回到日本的草剑民生呢 开始专心的进行了创作 那这个时期呢 他的画风又开始回归到了早期一点的具象风格 那这个时候呢 他也开始重新运用起来 他当时离开松本之前 所用的一种创作风格叫做拼贴艺术 他那个时候呢 就非常的沉迷于拼贴作品 那现在呢 他又找回了这种艺术的感觉 开始进行了这方面的艺术创作 那在1919年 1975年的时候呢 在东京西村画廊也举办了回国后的第一次个展 叫做从冥界传来的死讯 展出了很多拼贴作品 那这些拼贴作品呢 迷幻画面呢 呈现了超现实主义的风格特征 刚刚我们说到70年代呢 日本对草剑民生的评论 还是丑闻女王啊 这些叫不好的词汇 但是呢 时间来到了80年代 全世界呢 开始都进行了偶发艺术 突然之间呢 大众都原谅了草剑民生之前的一些行为 开始慢慢能够跟上他的节奏去理解他了 并不觉得他那些偶发艺术是一些下流啊 不齿的一些行为 这样呢 也算是给草剑民生一种喜白吧 我只能说他真的是非常的前卫 他比整个日本 整个世界的社会早了十几年 那这个时间呢 80年代开始呢 大众也开始慢慢认可了他的一些行为艺术 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也是个非常大的安慰 那同时呢 在1987年3月的时候 福岡的北九州市立美术馆为他举办了回顾展 这个展览啊 对他是非常有极大意义的 他是属于第一次被祖国认可了自己的作品 整个展览呢 展出了19岁以后 40年来的79件作品 这个展览呢 通过报道也让草剑民生的艺术世界呢 瞬间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认知 那整个80年代呢 草剑民生的艺术创作也专注于在堆积作品和装置艺术当中 90年代的草剑民生呢 运用了色彩度非常高的颜色去进行了创作 让大家误以为是播谱艺术的这种风格 但是他本人非常拒绝播谱艺术这个形容对他 他认为自己是草剑艺术 认为自己是前卫艺术 他不想要自己被画作任何一个流派当中 这个年代呢 他也重制了很多6070年代的作品 那经典的南瓜系列的雕塑呢 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那这个系列的雕塑呢 我们在很多拍卖啊 还有美术馆啊 还有一些公共的展区都有能够见到他 00年代开始呢 也就是2000年到现在为止呢 草剑民生的创作又发生了一些些转变 他开始呢 专注在沉浸式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当中 无线近视系列呢 已经延续了50多年 在作品中呢 运用了闪烁的LED球体灯 它们变换着色彩 当观众置身这个空间时 仿佛被色彩所吞噬 融入其中 给观众沉浸式的体验 正是草剑民生对自己作品的追求 体现了草剑民生自我进化的哲学理念 也就是抛弃自我的特征 让个体与无线的宇宙结合 这个概念呢 也贯穿了他将近70年的艺术生涯 体现在各个形式的作品当中 其实草剑民生的一生呢 饱受幻觉的缠绕 其实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办法 身心感受的一个事情 只有他自己能够理解 他也生活在二战时期到现在为止 他写过小说 也是诗人 也是电影艺术家 也是创作家 也是画家 行为艺术家等等 他好像涉及了各个方面 然后也曾经开过自己的工作室 就是时尚工作室 他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人 叛逆的人 然后也进入过监狱 也自杀过 也有过十年的这种柏拉图时代爱情 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过的一种经历 然后呢 他的作品呢 其实每个作品都透露着 他对宇宙啊 对自我的一种思考的感受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艺术家 很多现在的艺术家 是故意给自己找痛苦 让自己的创作变得非常的有意义 但他不是的 他是时代所创造出来的 是不可被取代的 因为经历过二战的艺术家 现在还在世的真的非常的少 而且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艺术家 他每天还是在坚持创作 当然了 他创作是没有办法的时间 他也停不下来 他不去做这件事情 有点像强迫症一样 就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他能够通过艺术这种方式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作品 然后他一生是这么有趣的一位艺术家 我觉得大家通过我的影片 能够了解到这个艺术家我也是很开心的 那他现在的作品呢 我们讲回到现实 在拍卖记录上呢也是非常的高傲 那在几年前呢 几百万的作品 现在都已经是到了过千万的一个水平 那前一段时间 佳日德的拍卖呀 拍卖了他的南瓜雕塑是非常巨大的 我在现场也有看过 然后他的无线的网系列 也都是非常的榜上有名 那其实购买他的作品呢 其实并不是很难 因为他作品的数量确实还蛮多的 那两美是豪满一点 然后很多画廊呢 其实都有他的原作出售 价格呢就在几十万美金到几百万美金不等 定价呢 我也是没有办法去给到一个很好的建议 因为我接受过很多offer 就是价格空间真的差挺远的 那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 最好呢去找日本的画廊去买 但有一些国际的日本画廊 开的价格真的非常的 让人觉得无语 那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好好的去进行调查 他作品的一个市场价格和定位 然后去进行一个购买 1977年开始呢 他自行就医就开始 住进了精神病院里面 从此呢开始了 他两点一线生活 一直到今天为止 说到这里呢 其实有一点伤感的 他的前半生经历了那么多 经历了世界大战 经历了与父母的这种分割 然后呢 他又无声音人到了美国 那种青春期吧 虽然他去美国说已经28岁了 快30岁了 但是他那个时候 应该是被日本禁锢了这么多年 像一只放飞的小鸟一样 到了美国 终于享受到了自由的这种氛围 然后呢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无论他怎么疯狂的想法 都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去认可 我觉得这一点 你能够感受到这个艺术家当时的 不一样的那种内心感受 就是他再贫困再苦 他没有饭吃 没有钱去买燃料 但是呢 他的作品是被人认可的 这种心灵感受 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呢 时间回到了1970年代之后 那这个时间他年纪也大一点点了 然后整个人生也平稳下来了 也经历过自己的爱情 也经历过大起大落被人认可 或者说被人不认可 那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又重新去接受这个时代 日本的一些文化的洗礼啊 或者说一些文化的熏陶 然后呢 他这个时候疾病也非常的严重了 他的创作 然后他在精神病院里 跟工作室之间 两点一线的这样的一个人生 其实是 我不能够用可悲去形容他吧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不容易的一辈子 而且他在精神病院 住到现在已经40年来了 其实换回思考 我把自己带入在 他的情感当中去理解的话 我不觉得他痛苦 我会觉得他很幸运 就是有艺术这个东西去治疗他 他会去把所有的情绪的表达 他所看到的世界 都能通过一张画布 展现给世人 展现给他的艺术爱好者 他的作品呢 其实我的现场看到过非常多 无论是南瓜系列啊 还是说无限的网系列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无限的网系列的 刚开始我想的时候也不是看的特别懂 就抽象艺术家就上了一些点点 但其实他不是这种正规的原点的 南瓜系列呢是有这些原点去辅佐 他变成一个南瓜的形状 跟里面的一些纹路 他去代替了南瓜的这种本身的纹路 但是呢他无限的网系列呢 他是真的一个个这样的线条 然后中间有一个点 就这样包覆着的 然后充满整个画面 你静下心来看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有共鸣的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就是他的最贵的一些拍卖作品 那无限网的系列还有他的星空系列 就是现场看的时候 他作品指幅也是稍微大一点的嘛 就真的是让你挺安静的去欣赏的 同时我这个影片当中也拍了音乐 这个音乐是我精挑细选的 就是你沉浸下来的时候 仔细看他的作品 然后听这个音乐 我觉得会进入到他的那个精神世界当中 好了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接下来呢我也会给大家分享 更多的艺术知识 然后还有艺术家故事 以及走进画廊等等系列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